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白鹦鹉的森林 作者安芳之子 翻译彭义 斯达鹅宝石殿的门是自动门 只要站在它面前 不到一秒钟 擦得闪闪发亮的玻璃门就会刷得一声打开 当你走进去 站在那棵巨大的盆栽橡胶树上的白鹦鹉 就会用一种奇妙的声音喊道 你好 就为了见这只鹦鹉 谁会每天都要到斯达鹅宝石殿来 这是一家印度人开的店 所以这只白鹦鹉是从印度带来的鸟吧 除了鸟关是黄色的以外 它的整个身子都是雪白雪白的 雪白的叫人炫目 从早到晚 白鹦鹉就站在橡胶树上 一对蓝眼圈里的眼睛闪闪发亮 门一开就会机械地叫道 你好 你好 你什么时候吃饭 什么时候睡觉 水灰仰起脸来问道 可鹦鹉默默无声 什么也没有回答 喂 你什么时候吃饭啊 水灰轻轻地碰了一下 它那长长的尾巴 摸上去就宛如天鹅绒的布料一般光滑 那手感和摸在它那只心爱的 名叫咪的猫身上时是一样的 咪也是一只结白如雪的猫 是水灰把它养大的 从它刚一呱呱呱坠地 眼睛还没有睁开的时候 水灰就开始一口一口地喂它牛奶了 宠爱的是不能再宠爱了 就像妹妹一样 水灰还有咪 就是在附近一幢公寓的十楼长大的 他们常常一起到斯大鹅保时店来看鹦鹉 好久好久以来 水灰就想悄悄地教这只鹦鹉一个词了 那是一个人的名字 是水灰连一次面也未见过的姐姐的名字 就在水灰出生的前夕 她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去了一个远远的水也看不见的国度 那大概是天的尽头地的深处吧 这是水灰的姐姐啊 有一天早上给佛上完茶 妈妈突然这样说道 水灰是不会忘记的 佛刊里面是一个她不认识的女孩子的照片 女孩穿着一件水珠模样的连衣裙 笑阴阴地望着远方 这是一个比水灰还要小的女孩 还是这么大一个孩子的时候死了 这突如其来的话 让水灰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 她勉强才听到了这只言片语 我今后有一个姐姐 那天以后 水灰不止一次地想起这件事 而每当这个时候 都会觉得有一股暖暖的东西 从心底古古地涌上来 那是一种近乎于金木兮花的味道 我想见姐姐 不行就写封信试一试 一天水灰冒出了这样一个念头 可是究竟把信投进什么地方的油桶才行呢 记不清是听谁讲过了 说是我们这个世界能去死去的人的国度的 仅有鸟 鸟是来往于黄泉国的使者 当水灰在斯大俄宝石店里发现了那只白鹦鹉时 它猛的一震 心都纠腾起来了 鸟是鸟 可它是能说话的鸟啊 而且它还又大又白 水灰想 这只鸟是一定知道那个神秘的国度的了 拖这只鹦鹉给姐姐捎封信吧 水灰认真地私存起来 它在信里写些什么呢 爸爸和妈妈的事 小猫咪的事 让人嫌恶的老师的事 还有那个红色的戒指 前一阵子 水灰买了两个像极了红宝石的戒指 它打算在天上一局 如果姐姐喜欢戒指的话 就送一只给姐姐 一想到姐姐在另外一个国度 戴着一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戒指 水灰的心就溢满了金木戏花的花香 下次姐姐 今天水灰又在鹦鹉面前张大了嘴巴叫道 从开始教它这个瓷器 已经过去两个星期了 然而不管它怎么教 鹦鹉就是眼睛黑白一番 怪声怪气地叫上一句 你好 小猫咪于是就像责怪它似的 喵得叫一声 连咪都把这个瓷器捞了 鹦鹉怎么就记不住呢 好不好 说下次姐姐 下次姐姐 水灰再一次放大嗓门的时候 背后不知是谁在模仿它 下次姐姐 一个低沉的声音 水 水灰吃了一惊 牛头一看 就在身后近在咫尺的地方 站着一位肤色幽黑的印度人 它的腿长得叫人扎舌 褐色的脸就仿佛是雕刻出来的一样 恐怕是这家店里的人吧 是这只鹦鹉的主人吧 水灰不由地下意识地抱紧了蜜 连连后退了几步 印度人用极其流畅的日语说道 这只鸟啊 只听喂它吃的人的话 吃的 喂它吃什么呢 水灰怯生生地问 印度人掰着戴满戒指的手指说 蔬的果实呀 草的种子呀 水果呀 蜂蜜呀 哎呀 还吃蜂蜜 水灰稍稍兴奋起来了 要是蜂蜜的话 我们家里就有啊 下次我带来喂它 谢谢 印度人没有一丝笑意地谢了它 然而数天之后 当水灰捧着蜂蜜的瓶子 来到保时店的时候 那只鹦鹉不在了 橡胶树上那朵绽开的白色的大花 不见了 就在它的旁边 不知从何时起 那个印度人就像一个巨大的树雕似的 隐隐戳戳地住立在那里 水灰一进来 印度人插得动了一下 接着 就用一张可怕的吓人的脸 怒视着水灰 鹦鹉呢 水灰与印度人 几乎是同时这样叫了起来 然后两道视线就撞到了一起 印度人的毛子好可怕 发火了 却不知道是为什么 水灰昂起头 昂得脖颈都疼了起来 它死死地盯住那个印度人 发出了嘶哑的声音 鹦鹉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地方 是那个印度人的声音 这不简直就像那只鹦鹉在反问一样吗 我不知道啊 印度人直接了当地 带着一种指责的口气这样说道 是被你的猫给吃掉了吧 水灰呆若目击地张大了嘴巴 我的咪把鹦鹉吃了 猫怎么能把比自己身体还大的鸟吃掉呢 水灰不由得目瞪口呆 印度人仿佛是能把水灰的心看透似的 说 猫吃只鹦鹉还不简单 就说人吧 还不是满不在乎的就把比自己不知大多少的牛呀 鲸呀吃掉了吗 而且 昨天羽毛就掉在了这里 印度人好像是要展示什么确凿无疑的证据似的 在水灰的面前 摊开了紧捏的右手 那只大手的手心上 是一根雪白的 被硬薅下来的羽毛 猫常干这样的事情 因为鹦鹉的肉太好吃了 水灰剧烈地摇着脑袋 咪从不干这样的事 是的呀 咪这种事情根本就下不了手 它是一只非常非常胆小的猫 许是从不大一点的一个小猫子而起 就在高楼上长大的缘故 偶尔带它去公园 放到地上 连土都会把它吓得一阵阵颤抖 真的 就是连条金鱼都没吃过 这样的咪 怎么能把那么大的鹦鹉 可是就在这时候 水灰默地想起了咪在家里时的情景 这么说起来 咪这段时间还确实是有点萎靡不振 不要说牛奶了 连拌了干松鱼的饭也一口不沾 就蹲在阳台上 你喊他一声咪 他嫌烦似的 只是把细细的眼睛张开一下 就再也不理不睬了 就仿佛在思索一件什么事情似的 闻思不动 蜜是病了吗 真是吃了鹦鹉坏了肚子吗 可是就在这时候 水灰脑子里又冒出了另外一个想法 可是 说不定是逃走了啊 说不定 一个人 一个人飞向了某个遥远的地方 是哦 说不定 鹦鹉说不定是飞向了水灰姐姐住的那个遥远的国度 说不定一直飞到了天上群星闪烁的地方 然而 这回是那个印度人在摇头了 他不会随便就飞走吧 不是被谁吃了 就是被谁偷走了 印度人的毛子里射出了光 那毛子似乎在说 不是你偷走了 就是你的猫吃了 那可是一只重要的鸟啊 没了它 以后 以后 印度人突然气不成声了 然后 一对寒泪的眼睛 突然就愤愤的瞪住了水灰 水灰不仅往后退了两三步 他以为印度人会扑过来抓他 就背对着门 一步一步的向自动门的方向推去 咔嚓 背后响起了自动门打开的声音 他一转身 掉过头 就跳到外面跑了起来 跑得上棋不接下棋 一边跑 水灰一边想 我再也不会 再也不会到那个地方去了 我不会第二次站到那扇自动门前了 可是 在那以后还不到十天 水灰又一次来到了四大鹅宝石店前面 他脸色惨白 哽咽着扭动着身子 自从那件事之后 没几天 咪就不见了 简直就像是被擦掉了一样 不知去向了 那天黄昏 水灰放学回来 就没有见到咪的影子 怪事啊 方才还在阳台上呢 妈妈说道 水灰紧闭着嘴 冲出了家门 他问每一个碰到的人 看见我们家的咪了吗 看见白猫了吗 水灰问遍了在公寓的楼梯上 走廊上 和电梯里碰到的每一个人 可所有的人都只是摇头 夕阳夕沉了 天上飘起了冷缩缩的雨丝 可咪还是没有归来 第二天 第三天 依然没有回来 水灰乌液着乌液着睡着了 从那以后 他每天晚上都梦见那个印度人 在梦里 印度人总是抱着咪 他总是喂咪吃鹦鹉吃的东西 不是草籽 就是米粒 或是树的种子 咪不吃这种东西哦 听水灰这么一说 印度人露出了狡黠的微笑 他说 我不是在喂猫 我是在喂猫肚子里的鹦鹉呢 是那个人 半夜里水灰末的一下坐了起来 是那个人把咪藏了起来 为了替鹦鹉复仇 把咪给抓走了 可是 那个人怎么会知道我们家 又是用了什么法子 把咪给引诱出来的呢 窗帘的缝隙里 有一颗星斗闪烁了一下 就是在这一刹那间 水灰一下子明白过来 那个印度人或许是一位魔术师 要真是魔术师的话 不是不费车灰之力 就能把锁在屋子里的猫 给引诱出来了吗 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那只猫给带走了吧 一定要找回来 无论如何也要去把咪救回来 战战兢兢地迈了一步 水灰走进了四大鹅宝石店 他悄悄地朝里面窥视 目光从橡胶树的阴影 一直移到了殿堂中央 宝石店里很空 只有一位年轻的店员 在擦拭着玻璃柜子 悬在墙上的金色大瓜中 咔哒咔哒 一丝不苟地走着 不见那个印度人 水灰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 他是在呼唤咪 是打算呼唤不知被关在了 店里的什么地方的咪 怎么样呢 就在一个近在咫尺的地方 猫叫了一声 喵 就一声 简直就像在撒谎一样 就在橡胶树的后面 一点点的地方 像是在撒娇 又像是在闹着玩的声音 但这个声音确实是迷 水灰迫不及待地 绕到了那盆橡胶树的后面 就在橡胶树与墙壁之间 那么一块窄窄的地方 他发现了一条通往地下的 窄窄的楼梯 他张着四方形的大口 黑乎乎的 他想象不出来 如果走下去 会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猫的叫声 就是从下面一个深深的地方 传上来的 叫得很惨 水灰对着楼梯下面 滴滴地唤道 咪 可是 并不见咪上来 他的叫声更加凄惨了 听得出 他是在呼唤水灰 水灰小心翼翼地在楼梯上迈了两三步 楼梯下黑漆漆一片 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霉味 好像有一座迷一样的仓库 深陷在地底下似的 咪 过来 就在这时 有一团白色的东西 在下面深不可测的地方闪了一下 就是猫的形状 只有咪自己 没有谁抓住他 既然这样 他为什么不上来呢 叫你过来呢 一边这样说 水灰又在楼梯上下了几步 可咪也下了两三步 直叮叮地仰头望着水灰 简直就好像是在说 请跟我来 就这个样子 水灰跟在咪的后面 下到了相当神的地方 楼梯在一个小平台处改变了方向 下了二十级 又改变了方向 再下二十级 又变了方向 就这样曲曲弯弯 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 咪的脚步渐渐加快了 很快 就像是从坡上滚下来的一个白球一般快了 不知不觉 水灰跟在咪的后面望我的追赶起来 尽管如此 地下却什么都没有 没有房间 也没有仓库 楼梯一级接一级地向下延伸下去 黑暗变得又细又浓 向地心长驱直入 现在 水灰什么也不想 连那个让人害怕的印度人也忘在了脑后 只是跟在咪的后面紧追不舍 除此之外 什么也顾不上想了 咪不时地会停下来 回过头 悄悄地仰着头撇水灰一眼 随后 便又像白球一样滚下楼梯 跑了多远呢 已经下到了地下五十层了吧 正这样想着 咪突然停住了 望向这边 头一次发出了喵的一声叫 两只眼睛闪烁出黄玉一样的光芒 水灰追上去 总算 总算是把她抱了起来 她用脸贴住了她 咪大口大口地喘着热气 你抢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找你找得够呛 咪在水灰的怀里突然喊了起来 你好 是人的话 还是鹦鹉的声音 水灰吃了一惊 扑通一声 不由自主地把猫掉到了脚下 果然是这样 真像印度人说的那样 水灰哆嗦起来 浑身上下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哎呀 讨厌讨厌 咪竟然吃了鹦鹉 就在这时 黑暗深处梳得一亮 笔直的下方 看得见一片不可思议的白颜色的森林 那亮光 究竟是积雪的反光呢 还是怒放的樱花泛出的微光呢 莫得 水灰的心中有一盏灯点燃了 说不定 那里就是那个国度吧 下次姐姐就等在那里吧 一定是的 咪吃了鹦鹉 就拥有了鹦鹉的一种神奇的力量 把水灰引到了地下之国 转眼之间 水灰的胸中就充满了一股闯入未知世界的喜悦 这种心情 还是前年夏天才有过 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大海 面对奔涌而来的海浪 当三个人手拉手 在漫过来的水中奔跑时 那种快感 谁会不顾一切地冲下楼梯 欢快地向那片不可思议的光亮奔去 这是一片大森林 腾缠万绕 一株株老树遮天蔽日 树枝上开满了一簇簇白颜色的花 不 凑近一瞧 那竟不是花 而是鸟 天啊 是群白色的鹦鹉 森林中 吸满了白色的鹦鹉 简直就好像是点起了无数盏纸照辣灯 不论是哪一只鹦鹉 都悠悠地抖动着长长的尾巴 嘴里奇怪地自言自语着 像什么 你好 后来怎么样 身体健康 还不只是这些 视我而聆听 森林中是一个各种各样的语言的漩涡了 有外国话 还有根本就听不明白的招呼声 和断断续续的歌声 一株树下坐着一个人 个人以个人的姿势 侧耳倾听着自己那株树上的鹦鹉发出的声音 鹦鹉的树木 每株树上不一样 有的树上积满了鹦鹉 鼠都鼠不清 也有的树上连一只鹦鹉都没有 没有鸟的树的下面的人 一副落寞的样子 咪在树与树之间熟练地穿行着 在一树树前突然站住了 那树树下坐着一个女孩 那女孩穿着一条带水树图案的连衣裙 跳往着远方 没错 是那个人哟 夏子姐姐 水灰激动得几乎是热泪盈眶了 像姐姐坐着的那株树扑去 夏子姐姐有一头美丽的长发 侧脸看上去 不知什么地方长得有点像妈妈 但怎么看 她都更像是一个小孩子 是水灰的妹妹 水灰稍稍迟疑了片刻 才恍若梦里似的点点头 啊 她是在比我还小的时候死的呀 水灰在夏子姐姐的一边蹲了下来 咪凑了过来 叫了一声 你好 夏子姐姐看见水灰 微微一笑 就好像是在特意等待水灰的到来似的 水灰欢快地叫道 我是你的妹妹呀 我叫水灰 我知道啊 夏子姐姐开心地点了点头 你的故事 从爸爸的鹦鹉嘴里 不知听过多少遍了 爸爸的鹦鹉 水灰瞠目结舌地愣在那里了 这时 有一只白色的鹦鹉 从黑暗的遥远的彼岸飞了过来 落在了夏子姐姐的肩上 接着 就夏子夏子一连串地叫了起来 夏子姐姐把鹦鹉抱到了膝头上 说 这只鹦鹉是妈妈的使者啊 水灰吃了一惊 夏子姐姐朝树枝上一指 欢快地说 顶上那只是爸爸的使者 睡在那边树枝上的那只 是乡下爷爷的鹦鹉 它下面 看呀 就是这会转向对面的那一只 是奶奶的鹦鹉 这株树上的鸟 没有一只例外 全是另一个国度里 思念我的人们的使者啊 谁会直到现在才知道 为了夏子姐姐 爸爸也好 妈妈也好 竟秘密地养着自己的鹦鹉 而且竟会让它们飞到这么深的地下的国度 妈妈的鹦鹉每天都会飞到这里来 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夏子姐姐说 不知道 会有这种事 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水灰长长地叹了口气 这时 那个印度人的脸 一下子浮现出来 鹦鹉呢 瞪着水灰的一张脸 那可是一只重要的鸟啊 说出话时 眼睛有点湿润了 那个人肯定是为了某一个人 才养了一只白鹦鹉的 这某一个人是自己最亲爱的死了的人 然而 我的咪竟把那鹦鹉吞了 水灰悄悄地搜寻起咪的影子来 咪就在身边的一根树枝上 沉沉地睡着 呼吸时 白白的肚皮一起一伏 鹦鹉们说累了 全都睡着了 森林中明亮而寂静 两个人聊起了爸爸妈妈的事情 随后 又摘来乐局的果实吃了 还玩起了树叶的扑克牌 小声唱起了歌 姐姐 你永远待在这里吗 就坐在这儿听鹦鹉说话吗 当歌声中断时 水灰轻轻地问道 夏子姐姐摇摇头 一到时间 鹦鹉就都回去了 鹦鹉一走 这里就会变得漆黑一片了 于是 在对面远远的一条黑暗的峡谷里 鬼就会点起火 狼就会嚎叫 然后 披着黑斗篷的风 就会呲牙咧嘴地扑过来 把树枝摇得嘎吱嘎吱响 水灰被这突如其来的话吓住了 倒吸了一口冷气 望向远方 这么一说 这片森林的对面 给人的感觉还真像一个稀奇古怪的洞穴 侧耳细听 风从黑暗中刮来 嗖嗖 宛如吹响了让人毛骨悚然的笛子 对面还传来乌鸦的叫声 鬼会到这里来吗 水灰吓得战战兢兢 听她这么小声一问 夏子姐姐点了点头 是呀 常常来的呀 鬼最喜欢吃人的灵魂了 为了不让鬼接近过来 我们就会集中在一个地方 唱起驱魔的歌 歌是用鹦鹉们烧来的话 一字不落穿起来的 再谱上曲 我们一起唱起歌 鬼呀狼呀 就全部落荒而逃了 当水灰知道这个国度 要远比自己想象的阴森恐怖时 不知为什么 心中憋闷得有些透不过气来 我还以为是一个不知怎么好的地方呢 百花盛开 以为是一个快乐无比的地方呢 想不到 夏子姐姐却慢慢地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是呀 你说的那样的地方 听人说 就在前方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 就在漆黑的荒原和狼峡谷的另一侧 有一个真正的光芒四射的国度 那里有美丽的鱼美人花田 有杏树林和蓝色的湖 不能去那里吗 去那里要有人带路啊 要有一只能在黑暗中闪耀发光 率领我们前进的勇敢的鹦鹉啊 夏子姐姐哀得长叹了一声 接着就嘀咕道 到今天为止 这样的鹦鹉一直也没有来过啊 夏子姐姐还在嘀咕着 一到时间 鹦鹉就一枝不生 全飞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去了 能取代恶狼和鬼出没的道上的篝火 有勇气为我们带路的鹦鹉 一次也没有看见过啊 水灰悲哀的朝树上的鹦鹉们望去 这时夏子姐姐突然把手伸直了 直指着睡着了的咪 紧接着 她又出人意料的尖声高叫起来 喂 那只猫怎么样 完全没有想到 她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水灰半嗓发不出声音来 血呼的一下涌上脑袋 心中狂跳不已 那那不行哟 水灰直起身 亮亮呛呛的朝树跑去 好歹挤出了这样几句话 咪咪是我的猫啊 没有了咪我就回不了家了 太阳穴砰砰的跳个不停 咪绝对不行哟 它根本就不会带路 水灰就这样扯着嗓子 一遍遍叫喊着 当注意到时 它和咪四周已经被人围的水泄不通了 每一个人都指着咪 嘴里发出低沉的咒语一般的声音 那只猫怎么样 那只猫怎么样 一片嗡嗡声 水灰多里多梭的发起抖来 不行哟 咪完成不了这样的任务哟 可顿时 私下里嘶哑的叫喊声连成了一片 请把那只猫给我们 请给我们带路 给我们 给我们 可怕 就在这时候 一股风发出了汉蒙德风琴一般的声音 吹了过来 只见沉睡的鹦鹉全部都醒了 拍动着翅膀 一眨眼的功夫 鹦鹉们全都从树上飞舞跃起 排成一列 向上面攀升而去 看上去 这道闪耀着白光的线 就宛如是一条螺旋状的楼梯 滴溜溜地旋转着 被吸进了黑暗里不见了 终于周围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了 只有水灰怀里的咪的轮廓 还能变得出来 一下子姐姐 水灰试着呼唤了一声 没有人回应 相反 倒是传来了人们的合唱 是驱魔歌 鬼在远处嘎嘎地笑着 红色的火焰一闪一闪地燃烧 水灰急忙把咪放到地上 说 咪回家吧 咪一下子竖直了尾巴 那黄玉一般的眼睛一闪 望向了水灰 瞧呀 那是多么忠实的光芒啊 咪跑了起来 水灰望我的在后面追赶着 快快 不快点 门就要关上了 不知为什么 水灰想到了这样的事上面 只要奔出了那扇连接在黑暗的国度 与地上的界线上的 谁也看不见的自动门 就没事了 咪和水灰 不知爬过了几千级几万级黑暗的楼梯 脚都不听使唤了 好几次都差点摔倒 一个劲儿地气喘吁吁地往上爬 爸爸拿温暖的手 妈妈烤的面包 昨天买的玩偶 算数步子 这些东西在水灰的脑子里闪烁发光 接着 在那之后 夏子姐姐那张苍白的脸 像一个羞涩的梦一般浮现了一下 就消失了 缓过神来时 水灰已经抱着咪 站到了橡胶树的背后 光晃得有些炫目 正是白天的斯达尔宝石店 到什么地方去了 突然 想起了一声低沉的询问声 是那个印度人 他站在橡胶树的后面 仿佛就一直埋伏在这里似的 到什么地方去了 印度人又问了一遍 嗯 就是这下面 白色的鹦鹉的森林 水灰语无伦次地回答 印度人嘲咪一指 就是这只猫带路的吗 水灰微微点了点头 真是一只了不起的猫啊 担起了鹦鹉和猫两方面的作用 印度人散不绝口 静止朝水灰身边走了过来 他一脸认真的审色 这样说道 这只猫能借我用一下吗 我也想去一趟那个国度 水灰拼命地摇头 于是印度人恳求道 想去见一个人啊 听到这话 水灰不禁吃了一惊 水 想见水 说呀 叔叔 你是为了水 才养了白鹦鹉啊 印度人嘟囔了一声 为了心爱的人 妈妈 不是 姐姐 不是 那么是谁呀 谁呀 印度人的眼神变得梦一般迷离了 这样说 没看见吗 在那个国度里 没看见一个戴着金色耳环的印度女孩吗 水灰轻轻摇了摇头 身披沙里 戴着红色的玻璃玉手镯 名字叫斯达娥 斯达娥 不是和这家店同一个名字吗 是啊 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的未婚妻已经死了十年了 印度人坐到了地板上 抱住了长长的腿 水灰一边拍着猫 一边也坐到了他旁边 印度人取下戴在右手小指上的红色戒指 让水灰看 我想把这个送给斯达娥啊 那是个大的惊人的红宝石 还没有把戒指送给斯达娥 他就死了 水灰还是第一次看见大人这样一张悲伤的脸 这猫可以借给你一次 水灰轻声说 印度人好像有点晃眼似的望着咪 水灰把嘴凑到了咪 那花孤朵似的耳朵上 你再去哪里一次 把这个人带到印度女孩的树下就行 他悄声说 然后又用极清极清的声音加了一句 不过咪 从那里再往前走可不行哟 谁求你也不行 一定要回来哟 咪一下子从地板上站了起来 仰头看了印度人一眼 轻轻地唤了声 接着就慢慢地朝楼梯下走去 谢谢 印度人双眼闪烁出光辉 笑了 随后猛地站了起来 跟在猫的后面 向地下走去 长长的腿发出咚咚咚咚的声音 水灰就那么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 听着脚步声在地下渐渐远去 从那以后 咪和印度人再也没有归来 水灰每天都会到橡胶树的后面来 冲着昏暗的楼梯 换他的咪 但 地下只有风的声音 会呼的一下涌上来 有时 混杂着风声 会听到不可思议的脚步声和歌声 只是分不清是鹦鹉在叫 还是人在叫 但是 终于有一天 连这样的声音也听不到了 是水灰十二岁的一天 橡胶树后的楼梯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感谢观看